然番剧场 然番啦 就已经有了黎明君的雏形 身为当时黎明战团总团长的沐晴 影响力巨大 追随者众多 影响力覆盖五大城市 他的新闻更是时常成为 新闻媒体的头条 那时候的沐晴被评为人类战神 被全人类给予厚望 甚至人们已经习惯了 收到沐晴接连驱散领域场的喜讯 这期间所发生的事件细节 他无法通过新城庇护所的历史记录来了解 只是通过现有的情报内容 得知在黎明战团如日中天的时候 沐晴找到了沐晴 就此黎明君建立了 他对黎明君建立时 以及建立后的历史了解甚少 反人类 图城 沐晴大魔王 这些信息无疑都说明了 沐晴抛弃了人类 彻底导向了领域势力这边 这段历史显然是有问题的 他自然不会相信星城庇护所 记录上描绘的信息 毕竟 他也有被评为历史罪人的时候 显然这背后有渗透人类势力的领域生物在操控 可能是科技研究院 可能是当时掌控琥珀研究院的迷雾之主 也可能是旧日成的黑玄 乃至其他的势力一同参与 风奇只知道 沐晴不会背叛人类 这段历史被篡改了真相 那时候沐晴遭遇到了全人类的围杀 或许有领域势力也参与其中 甚至可能有同样获得奇迹物品的人类参与 就例如掌握了五颗奇迹宝石组合能力的江南丘等等 最终的结果就是 沐晴面对围攻深远 思绪翻涌之间 风奇的脸上浮现无奈之色 沐晴现的前期很清晰 但是在建立黎明君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显然得需要他亲自去见证 历史根本就不可信 视线望向窗外 颜色各异的领域场屏障屹立远方 如同一道道的天幕 将这个世界分割成了不同的区域 这让他想到了关于空间节点的猜测 老迷给出的猜测是 每一道领域场的降临 都会生成一个属于领域世界的空间节点 当生成的节点多到一定数量的时候 血跃就可以进入人类世界 与可能是人类世界本源的木窑 展开世界的所有权争了 这个问题的真相是什么 他暂且无从得知 但只要这条牺牲线能够接触到木窑 答案就会水落石出 想到这里 他的拳头缓缓地握紧 挑战寿命的时刻再次到来 能够在修炼台的长生难挑战中活过千岁 他就不信 自己在牺牲线中不能够再长寿一次 下了飞机 满目的飞雪 抬头是璀璨的星空 极光如烟波飘渺 北京美得如同魔幻故事之中的仙境 查看了特制背包中的物品 风起往机场外走去 这次他没有选择登记入住酒店 竟直踏向了往北的主道 沿途时而有运输车从他的身边擦过 车上载着全副武装的战士 有的是从前线归来满车的神情疲惫 无人说话 亦或是从补给区开往前线的方向 同样是全副武装 却是气氛高涨 但无论是回归还是前往前线 沿途看到他徒步往北而行 车上的领域战士都会对他 投去不解的目光 甚至有运输车在他的身边停下 下来的领域战士主动上前 来了解他的情况 这么做显然是对他的行为感到困惑 毕竟沿着主道前往前线主战场 都是以团队的形式进行的 独自前往非常不安全且不理智 即使不主动踏入领域场 沿途也可能遭遇到领域超脱生物 独自行动风险极大 面对询问与劝反 风起都是礼貌的予以拒绝 当他沿着主道 离开领东不几区一段距离之后 心念转瞬之间 体表的血肉开始风化 眉心之处浮现了一道暗金色的漩涡 开始不断的吞噬气血 最终化为了一道暗金色的烙印 抬手间念动力透出体外包裹全身 它静止拔底而起 飞向了夜空 在领东不几区化身骨体形态 显然是不合适的 甚至可能被当成领域生物 遭到围攻 但是出了领东不几区 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发生骨体形态的风起 偏离了主道飞行 身处高空 如同雾气般飘渺的极光 好似触手可击 此时漫天的星辰为露银 它紧直往北境以北的方向飞去 数天之后 风起来到了迷雾领域场前 随后紧直穿过了迷雾领域场屏障 成性在眼前的是浓郁的迷雾骸 它在这时释放念力 搅动迷雾 随后震荡念力朝着前方发出了呼喊 老米 出来 声音在念动力的加持下 如水波蔓延般朝着前方席卷 风起也在这时落地 顿时额头的暗金色烙印崩碎 化为浓郁的气血 覆盖周身 眨眼之间血肉之躯重铸 它在这时望向前方 只见前方的挥雾快速地收缩 嘴中凝聚成了紫发紫眸的少年模样 看来西生县开启了 否则你也不会特地前来 面对询问 风起咧嘴笑道 没错 西生县已经开启 你的尝试可以进行了 说着 风起将背包取下 丢下了迷雾之主 迷雾之主伸手接过背包 伸手拉开了背包的拉链 只见背包里装满了压缩制作的血石 能 给你疗伤用的 虽然之前的西生县 你都是重伤状态下重塑本源 但是为了保险起见 还是恢复伤势后再进行尝试 我比较放心 看了一眼风起 迷雾之主郑重地点头 挥手间右臂化为挥雾 往特制背包内扩散 将压缩的血石射入体内 眨眼间 特制背包内的血石就被吸收一空 迷雾之主在这时将特制的背包丢回 伸手接过特制背包之后 风气抬头望去 只见迷雾之主的躯体开始溃散 化为浓郁的灰雾 只是灰雾之中多了丝丝缕缕的血色 灰雾翻涌之间 血色逐渐减少 显然是迷雾之主在吸收气血 进行自我疗伤 时间点滴流逝 大概十分钟之后 迷雾之主吸收气血的速度明显加快了 灰雾上附着的血色痕迹 快速地消散 又过了五分钟的时间 迷雾上已经找不到了血色痕迹 灰雾也在这时收缩 变成了迷雾之主本来的模样 可以看出 吸收了气血之后的迷雾之主 明显精神好了许多 眼神不再像是之前的那般黯淡死寂 多谢 迷雾之主在这时开口道 我们是兄弟 不需要跟我客气 你这样反而让我有些不习惯 风奇咧嘴笑道 听到这番话 迷雾之主的脑海中浮现读取记忆时 身灵其境看到的画面 脸上随之浮现笑意 好 以后我肯定不跟你客气 风奇在这时点头 你是打算缓一缓 还是直接进行规则融合 面对询问 迷雾之主并未直接回答 而是好奇地询问道 如果我融合规则失败 你会选择原地自杀 重开一条时间线再次尝试 还是继续走下去 废话 当然是继续走下去 你死不死都不会阻挡 我前进的脚步 说得对 说着 迷雾之主脉步走向了迷雾领域场屏障 风奇见状 当即跟了上去 来到迷雾领域场的屏障前 迷雾之主停下了脚步 随后将手贴在了屏障上 闭上了眼睛 顿时 迷雾领域场上浮现了扩散波纹 感受着迷雾领域场屏障的能量律动 迷雾之主的脸上浮现了决然之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